郑泽氏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郑泽氏自曝因为贪慕虚荣 所以选择了当演员 四五年级是老师让同学们写自己的梦想 别的同学都写的要当医生或者消防员 唯独他写的是想当明星 老师看到后批评他贪慕虚荣 直接把郑泽氏的作文撕了 让他重写 第二 1993年 郑泽氏的朋友卷走公司账上两一元跑路 给郑泽氏留下八千万的的巨额债务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郑泽氏不得已暂时用张卫健的片酬抵战 没想到张卫健把一手将自己捧红的郑泽氏告了 一时间外界对张卫健的做法进行口诛笔伐 说他忘恩负义 第三 郑泽氏是刘德华为一辈子的好兄弟 来生愿做他的小弟 因为在郑泽氏最困难时 昔日好友没有一人伸出援手 只有刘德华站出来 不仅借钱给他还债 还给他介绍剧作 并给他开出高于市场价的薪酬 让其担任自己电影的制片 第四 带他认识圈里的大佬 生活上也对他照顾有加 平时出去吃饭只要超过十款 都是周润发请客 第五 在郑泽氏最潦倒的时候 小他十四岁的妻子 不离不弃地陪在郑泽氏的身边 当他终于把钱还完后 生活刚好一点 妻子又突发重击 需要高的医药费 即使这样武汉疫情爆发 他仍捐款五十万 第六 郑泽氏破产后 拒绝申请破产保护 他为了能够在圈里抬头做人 决定靠自己把债还了 在公司的所有权 他只占四成的情况下 他还了六七成的债务 至于公司欠他多少钱 他从不在乎 第七 被死亡多次的郑泽氏 是曼德拉效应的资深受害者 甚至网上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死讯 即使本尊先生辟谣 仍有很多人不相信 第一反应就是 他不是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吗 就连谁参加了他的葬礼 都描绘得有模有样 第八 郑泽氏小时候家里非常穷 家里有六个孩子 最小的妹妹在他的背上长大 父母出门工作时 十岁的郑泽氏就负责给家人煮饭 没事就带着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沾塑料花 赚一点零花 第九 郑泽氏能进入演艺圈 要感谢他的母亲 当初他进演艺圈父亲 一百个不同意 因为鄙泽氏的他 已经是珠宝首饰的大师傅 月工资两千 如果进演艺圈只有四百 最后能不能留下也是未知数 最后还是母亲鼓励他 宁愿琼也会支持他完成梦想 第十 郑泽氏26岁时 获得无限演技比赛冠军 和无限签了一分半年 生半年死的合约 顾名思义就是 上半年无限必须给他工作机会 如果半年后没有人找他拍戏 那么合同到期后 无限可以选择博取约 by bwd6 感谢观看